大家今晚有些不同的参与 如何参与呢? 想像你是一个辅导者 尝试辅导这对未婚夫妻 刚刚她说到某点的时候 你觉得是一个适合的点去探讨 多数我们用探讨不是去教导 辅导时多数不是教导 但是有教导的时间 有教导的时间 在辅导都可以告诉她 首先是问一问她 你觉得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法 她说得出的方法不足够 或者她想不到 如果不足够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引导她 如果她想不到 不如我说一个方法 就会让她知道 现在我是有些教导 通常在辅导的时候 就不是教导为主 通常是引导 引导她探索她的需要 她的情况 然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亦是探索她找出这个问题 然后找一个解决方法 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就去留意 想像你是辅导者 你去到这个位置 你可以做些什么 我可能会去到某个位置 如果我想到一个位置 你可以参与 我就会停一停 我就会说 好了 大家可以如何去问这个问题 可能我会这样说 但这个要在当时 我真的要拿到这个位置 我才能这样做 但如果你想有些事情 在当时 你想引导她一下 引导她思想 或者引导她发现问题 或者处理 你可以举她手 让我知道了 然后我就 在适当时就给你说 如果你想到一样东西 或者观察到一样东西 你觉得她面对是好的 那你就可以出声 这是一个特别的情况 你可以参与在这个辅导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那你们今晚 是会想在哪一方面 你们辅导哪一方面 我们谈过 我想讨论下 第二次在家庭上 我们两个的角色是怎样 好的 家庭的角色 你是说哪一方面的角色 因为家庭有书饭 家庭有照顾子女 家庭有领导 即是有不同的属灵 即有不同的方面 是哪一方面 我想是 例如在平时生活上的领导 和属灵方面 好的 那你就说两方面 那我们先说一方面 那你先说一方面 好 那你想哪一方面 先说一方面 领导 领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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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也有不同的领导 领导分开有家务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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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领导 是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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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某些事情 這是你現在想清楚 哪一項你想說的 好 你們可以先說一下你的看法 在哪一方面 或者你覺得想在哪一方面探討 我想在做家務方面 家務方面 例如我是一個男生 很理想方言 其實我在家裡 基本上是洗衣服 摺衣、浪衣、洗碗、煮飯 都不是我主動去做的 甚至我都沒有怎樣做 除非是自己一個的時候 即是媽媽不是在家 你的意思是在你父母家裡的時候 你沒有什麼主動去做 是啊 沒有什麼主動去做 在你父母家裡 沒錯 都基於一些原因 譬如我媽本身 她在家裡會自己做完 譬如我試一下去摺衣、浪衣 她就很容易說 你都不會的 所以 所以我就 其實 上次過 譬如幾次上幫忙的時候 最後都 因為媽媽就說 行了 你不要妨礙我 我自己搞定 她覺得我是妨礙的 那時候我不會主動去做這些的家務 是 是啊 那 即是到 譬如 我不知道會否影響到我 將來的時候 都有機會出現這個情況 是啊 那 因為我這些東西 其實全部都不是很厲害的 是的 OK 但是就 想幫忙 但是就 我不知道怎樣幫忙 因為是 真的不厲害的 做這些 OK 好 你的未婚生聽到之後 聽完她這樣說 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可以慢慢學 可以慢慢學 是你學還是她學 她 她學 她慢慢學 OK 那你的期望 你希望是怎樣 希望嗎 可能 如果我負責主法的話 就是她負責洗碗 OK 不如你們兩個現在對話 對話 即是 可能這張椅子要移過一點 讓你們兩個 是對望 對望 那你用個 你字 坐近一點 坐近一點 我想 因為 因為 聲量 你 未婚夫的聲量 就夠一點 所以 離開一點點 就OK 好 好 好 椅子調校一下,讓你們看我都不是一個困難 你們現在在商量,我會用這個方法 讓你以後有什麼困難去討論 你現在試試,盡量討論時又回應對方 又會說出你真實的心想怎樣 你試試 買菜的時候就幫忙拿 那我不用幫忙買菜 一起去買菜是幫忙拿 那我不用選人,我也想幫你選 選下一個 哦,是這樣的 那選完誰去煮 可以一人煮一個 一人煮一個 如果有時間 我怕我買那些菜是一鍋熟的 我不會煮的 那就 可能簡單 那你負責 那我負責 但是呢 因為我擔心我煮出來的東西 通常都沒有什麼味 我會加點味 你會加點味 但我想我們的晚餐是吃得好吃一點 開心一點 通常好吃一點的東西自然會吃得多一點 會開心一點 那你要練習一下廚藝 你的意思是 練習一下廚藝 我又想在 那麽非常肚餓的時候去練習廚藝 那你還是要我煮 是呀,我想你煮 不過其實我知道你煮菜也很辛苦 那我就之後幫忙洗碗 是呀 你不嫌我洗得久的話 我不會的 那 那 這樣吧 要是 煮飯我就不太懂了 不過 幫忙做義廚 切下菜那些都可以的 那在這件事上 似乎你們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因為 你又贊成去做 不過只是說你覺得自己的技術不夠 所以這件事上 你們是可以找到一個位 可以你們處理的 如果我聽你上來 那我想你們想一下 有些什麼位 你覺得是會有困難的 那你才需要輔導的 就是你 如果都沒有困難的時候 是不太需要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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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關掉這個 等一下想一下 先想一下 好 那你現在想 是 你們兩個談另一件事 是嗎 嗯 是 你想說什麼 嗯 嗯 嗯 對呀 譬如我們來台灣拍 嗯 分紗相 那你打算拍哪裏 拍哪裏 拍哪裏 對呀 你說在哪裏拍還是 你想在台灣拍哪一個 在哪個風景拍照 OK 還有 想拍哪裏 呃 姿勢呀 我沒有 我不知道呀 啊 你不知道呀 其實我也不知道呀 因為我 找那間 拍分紗相的店 他有很多 就是 呃 不同的夫婦或者新人 去拍照 都看到不同的姿勢 但我覺得很多都很美 啊 我又 選不到 哪一件事是我喜歡 但是我怕你不喜歡 那些姿勢 到時問一下攝影師 都 到時問一下攝影師 啊 因為呢 我想現在 決定了先 因為 到時呢 跟攝影師說 那天的安排呀 拍什麼姿勢 就是 時間很緊迫的嘛 你知道 譬如那天去讀 就要選擇 衣服 接著又要選擇 拍什麼 電腦卡 啊 選哪條路線去 那些景點拍 你現在說這個問題呢 你是需要有些資料才來談 譬如什麼路線 你查到 嗯 如果你說拍什麼姿勢 你說怕他 看到姿勢 不想拍呢 你要給他看什麼姿勢 他可能不想拍 如果你說想預先去想定 這個你需要做功課的 是吧 所以這個是比較困難討論 但你可以 你可以告訴他 有些什麼姿勢 你現在覺得他可能 不太想拍的 就是你怕有些姿勢 他不想拍的 是吧 嗯 嗯 嗯 譬如我們就會去 呃 去馬場 跟馬拍 就是 拍照啦 那我們又會去 拍 嗯 然後我們 嗯 就是會有一些姿勢 可能 就是 嗯 會 擺出來拍的嘛 那 譬如 嗯 會不會 你不喜歡我們 這樣 牽著手 躺在草地上拍 嗯 那 或者就是 嗯 嗯 嗯 我抱著你 但是你的腳離地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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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但是因為 我又想 就是譬如 拍照那裡是 你是拍出來是最美的 還有 嗯 我想拍的時候 我們 擺的姿勢 就是擺 我剛才說的那兩個姿勢 就是 可以擺得 就是 很自然一點 好 這裡我想 充斷一下 他說 我不知道 你覺得他的 不知道是為什麼 不知道 還有你怎麼探討 不知道可能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一起想 你可以一起想 他說我不知道 可以是表達什麼呢 如果可以呢 你就想到先 如果你 想到其他人 想到都可以說的 然後你不知道 你又可以問他 那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呢 為什麼 我要你在這裡停呢 嗯 因為他 表達了一件事 他是有關注的 那 我想問你 之後 你跟著就做什麼呢 你跟著就去了 不過我想 那些相片更漂亮 對不對 那你呢 基本上 你沒有回應他那句說話 你是 我想做這件事 就是他告訴你 我不知道 那你由理想 達到目的 那時候 變成沒有回應他 變成他 他就覺得你 不是溝通了 即他告訴你 他不知道 一件事 你就回答另一件事 所以這就是 一個 溝通上的問題 好 大家有沒有想到 或者你想到 怎樣可以 怎樣回應他 其實很簡單的 不要想到很深 是很簡單的 是很深的 大家有沒有想到 或者你 你是不是害羞 害羞 害羞做過動作 是 或者有很多人在這裏 覺得會害羞 不想 擺很多動作出來 即是不習慣在人面前 擺很多動作 你會不會是怎樣 你沒有試過 嗯 你沒有試過 所以 我不知道的動作 是怎樣的 OK 即是說 即是他講了甚麼 未做過 未做過 所以他不知道 所以這種 不知道是甚麼 真的不知道 是 真的不知道 是 是 不知道的原意 就是他拍到出來 都不知道是否漂亮 這個 是你想的 是嗎 到底你的不知道 是否漂亮 是否漂亮 還是其他 這就是一種假設 其實我們聆聽 要留意到 我們是 有沒有聆聽 錯了 還是我們自己想的 嗯 不如你貼曉 你自己 不知道是哪種 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姿勢是怎樣的 對 不知道這個姿勢是怎樣的 OK 那你可以怎樣 如果你們兩個傾 你可以怎樣引導他 嗯 不知道這個姿勢是怎樣的 嗯 我們其實 就是 拍之前 可以試試看 好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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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 和你早點說 有些不同 嗯 早點說 你又說 我想現在決定了 對 那你現在呢 到遲影的時候才決定 這樣 是有些不同的 不過不要緊 如果你是決定這樣 但如果你所說 你真的想計劃 那你 可以做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想預先計劃 嗯 其實我們 他那個 網頁那裡 其實他有很多想 我們 不如再商量 看看 這些新人 我們通常放些什麼 就是 姿勢啊 去拍照 那我們 就 可以決定 就 用這些姿勢 到時候 我們 去 去 去拍一輯照 去拍一輯照 好 OK 先這樣就是一個 即是說 大家商量 找到一個解決方法 嗯 這個是一個 例子 就是 有一個 就是 初頭有些衝擊 不知道的 他說不知道 但是呢 你找到一個位置 其實基本上呢 如果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小事 嗯 在這件小事可以 引起不開心的感覺 他 他一直說 我不知道啊 我怕啊 那你一直說 不要緊 你怕不怕 我也照樣拍 不要緊 到時候 你不怕 那 就變成這件事 你沒有聽他 他就覺得你沒有 就是 沒有回應他 沒有聆聽他 我 在這裏呢 我是一個純粹 個人 給一些 我的 經驗 即是 我的經歷發生 給你們兩個 去考慮 我跟我太太 這是我 第二次結婚的 我第一位太太 是離世的 已經離世了 那 所以 我結婚的時間 只是幾年前 而已 2010年的時候 那麼 我們呢 我太太 就對於婚紗 是沒有什麼好感的 嗯 曾經有一個人說 我送 一件婚紗給你 我結婚的時候 都沒有用到 那麼 我送給你 她說我不想 那麼 我們是去 夏威夷那裏的 那麼 我們就 故意去到那裏 選那些 夏威夷的衣服 兩個 一樣的 那麼 這裡其實都可以看到的 那麼 然後 然後 我們拍照 是全部自己拍的 不過 我們兩個都有一些 拍照的經驗 那麼 我們呢 就 找個三角架 現在我們還有 相機 有個是有兩秒的 remote control 即是按撻 那麼兩秒鐘 就會攝影 所以我們現在經常都拍自拍 可是不是普通人的自拍 有個相機 買了那個遙控的 但我們發覺拍照 我純粹個人分享 我發覺很多結婚相 因為那個攝影師 她有個藝術角度 她就會怎樣呢 這個當是她看完 看著那邊,這個又看著那邊,看著那邊,看著那邊,這個又看著那邊 這兩個好像很藝術,但沒有什麼感情流露 所以我們就覺得,我不想那些相片就好像,不是一種感情流露 事實上,你看很多的結婚照片都是這樣的 我們拍的那些,當時對望,或者是望同的方向,或者是一些互相的動作 即是有些動作是一個雙交,即是兩個人做一些動作 例如看戒指,或者是有些東西跟他有參與的 我們就拍很多,拍很多,其實我現在家裏那些做很大張 還有一張最大張的那張,都是這樣的方法拍出來 其實我們拍的相片,多數都是有interaction的 即是我們都經常拍照,第一,我們省了很多錢 即是沒有什麼錢,就是自己拍多少錢 還有呢,是我想什麼我就拍到什麼 還有呢,那個過程就是一個很,即是雙交的時刻 就變了,這個都是我們記得的時刻 就不是好像有人拍一輯照片,即是不是一種事情 是一個雙交的活動 那這個是我,即是我的情況 但不是每個人都懂得這樣拍照的 嗯 那我就,還有我都擺很多姿勢的 即是我用不同的方式 那如果你想參考,我是可以將一些相片給你看一下 你可以參考 這個呢,純粹是我個人分享 不過呢,你聽完這個想法可以討論的 即是我給你討論一下 那你可以討論就是,你有任何的事情 或者主意都可以討論 你可以試一試現在一陣子 討論這個想法 你自己覺得怎樣 我,譬如你可能你兩個都不要這個方法 OK的,我完全不會受傷害者 只是一個提議的 即是我分享的,其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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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台灣拍婚婦 她想敢押婚娘去的嘛 那婚娘就可以跟我們拍一些生活的照片 嗯 嗯 我,我…我覺得… 我,真的想拍到一些照片 是… 除了我們穿著一些白米服紅分紗 而那些很高貴的照片 之外,我其實也很想拍到一些 比較…隨意一些 就是… casual 一點的 一些照片 嗯 對 我想 剛才我說拍結婚照 放那些姿勢 其實我都擔心到時夠不夠自然 反而有時我們就這樣 好像我們聊天 但不疑別人拍照 拍那張照的時候 我發覺可能這樣更好 所以如果可以的 我都想有一類型風格的照片 雙方都試試回應對方 因為其實她剛說的說話 都有很多的想法 新的想法 其實雙方都應該回應 以至她覺得她的想法是好的主意 還有她願意參與 這是一個好的一條 即是能夠這樣回應 那我們可以帶一些 請大聲一點 可以帶一些公仔一起回應 我們除了帶公仔 我們也要想像T恤、衣服、配搭 我們也要想想 我們也想和伴侶聊一下 好 我在這裏想暫停一下 我發覺你們的回應方式 是另一個題目的 但OK的 有時是OK的 即不是每一件事都是要回應的 因為她說到生活相片 即是說多元化 你應該回應她的公仔 即是說 即是說 你應該回應她的公仔 即是說 你應該回應她的公仔 即是說 即是可能很誠實來講 可能男生說 你拿著公仔 不知對不對 都好 你喜歡拿著公仔 就拿著公仔 即是譬如這樣 這個就是她說的 你回應的東西 就不是 你說casual 她就說公仔 她說公仔 你就說T恤 這種的溝通模式 就不是直接回應的 嗯 我覺得會不會 你說casual的時候 他就覺得我平時有娃娃就是cassel 有娃娃我就好自 我會不會是這樣 可以回應 會不會你覺得有娃娃 你就覺得很舒服 平時你經常都跟娃娃 跟他們一起 你會不會這樣就是cassel 你可以理解一下 其實他為什麼 你想說拍cassel的照片 為什麼他會想到娃娃呢 就是會不會 是不是你平時都很喜歡 跟娃娃在一起 你會覺得很舒服 就是可以了解多一點 他未必一定是引發其他話題 因為你說了cassel 其實他想了一件事 他覺得這樣是cassel 可能 會不會 是不是 那你想的cassel 可能就是穿T恤 不用束縛就是很cassel 那Monique就可以說 其實你平時都很喜歡穿T恤的 但是譬如我們今天出來 一起聊天的時候 你會穿得出衣服 就可以了解多一些日常 就是你對那件事的理解 或者那個不同 你看cassel 和他看cassel 可能有些不同 在這裡就可以透過 但是我正先所說 就是未婚妻 回應他的cassel 就會說回 啊好主意 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我所說的 是這種的回應 就是你講 譬如就算他說cassel 你可能有一個好字 就馬上回應了 那你就 總之我意思是說 是會回應他這個主意 不是一個好主意 這個是一種 生活上兩個人建立 關係 和溝通 就是這個 那你試試留意一下 是回應他說的 那件事 OK 好 OK 這件事 但是你還會不會有些 想繼續說下去 關於這件事 我可以說 這些事情是衝突不大 除非你兩個都是很火爆的人 那你現在說一說 你現在想兩個討論是哪一件事 我擔心我們結了婚之後 因為我們角色不同了 我擔心我們結了婚之後 因為我們角色不同了 我擔心我們結了婚之後 但是就算我們和現在一樣 都是分開一年或者兩年的時間 我擔心我們相處 和我們的想法 我們更加想和對方一起 那種感覺會更加濃烈 我擔心就是 我們之間會覺得很孤單 或者很有那種疏離的感覺 我擔心你更加需要我 我會的 因為之後 接下來要去醫院實習 就不可以回來香港了 那 還有可能是很忙的 之後到8點 回到夜晚才回宿舍 那所以就 盡可能就 電話溝通也有辦法了 是啊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 我擔心我有在那些時間 即是你得閒的時間 我又不得閒 我擔心 反過來 我得閒的時候 那是實習感 我擔心我們 擔心不到的時間 而且我擔心我們 雖然每一天都會聊天 但是都會想 例如 見一下大家的樣子 可能每晚 可能十點鐘 開 skype 就可以見面了 是啊 不過 我都知道 那 無論如何 我想每天都 視像和電話都聊天 見到你 他說 等我 我們見到大家都會安心些 但是你知道 國內的網絡不太好 我們很想念對方 想見的時候 突然間網絡不暢順 你都不是未知過的 之前 我們都因為 網絡不暢順 接著又 聽大家說話的時候 又不清楚 重複多幾次 又怕有牢草 我剛聽到你說的一件事 我想聽聽你說 你說重複多幾次會有牢草 你說一說發生過什麼事 其實現在都有 其實現在都有 其實在幫我們兩個地方 去視像去聊天的時候 有時候在網絡很不清晰 可能那個影像是打光了 然後 網絡可能他接收那裡 有些距離 還有時差 可能 其實我很流心去聽他說一段說話 我想回應他 但是有時候 可能那句話裡面 十個字 我只能夠聽到三、四個字 然後我嘗試想激個意思 就是我激不到 是 然後我再問他 第二次 一樣 又是這樣 我想回應的時候 他說 你都敢不答白的 然後 然後就 哎呀我不說了 然後他就沒有出聲 可能不出聲 可能幾分鐘 可能幾分鐘 那我 其實 我很想聽到你說什麼 我想回應 因為我想跟你談到他 我想知道我不是故意 我不聽你說話 OK 你記不記得這個情況 記得 在這個情況 為什麼 我想你們兩個溝通 因為你會覺得他有什麼原因 因為有時候 原因未必是你想想的原因 到底他有什麼原因 不開心 在你自己說的時候 可能是對的 假設因為你問了幾次 所以他又會不喜歡 但你又說了另一句話 你說你說話久不答白 到底是你真的說了另一件事 還是你因為線路的問題 因為你就假設是線路問題 所以這樣不答白 那這件事呢 但是呢 在列著線溝通的時候 是有些少控訴性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 你有沒有留意到控訴性 就是說 我 你講吧 你講吧 為什麼他有控訴性 控訴性 是 你說線路有問題 線路有問題 然後我再問你幾次 就是我聽不清楚 就好像怪責對方 但是你說出情況的時候 你又不是真的說出那個 就是說 不是說聽不清楚 而是他說你久不答白 就是你說錯了 那為什麼不要用控訴性的說話呢 你可不可以想到為什麼 你可不可以想到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都 剛才我講的 我也有跟他說的 就是 那些我其實不是說 不懂聽說話 那其實他之後的回應 他的感覺都不太好 OK 那我又不知道自己有控訴性 我再講清楚 為什麼這裡有控訴性 和為什麼探討控訴性是不對 不好 就是 因為 你就怪那個線路 嗯 那麼 另一方面 你是有些怪他的 線路不清楚 然後我問多幾次 他就說我久不回答 就是說好像不是我錯 是線路錯 還有有些就是 你不體諒我 你就說我錯 這樣 那這個就有控訴性 嗯 但是你說的時候 你露出馬腳 你就不是說他 說你 你都聽不到我說 我說幾次都聽不到 他不是說這個 他是說你久不答白 就是說你是說錯了題目 就是你聽一件事 你回答了另一件事 所以 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是有一種控訴性 控訴性 有什麼不好呢 很簡單 我用一些例子 那些衣服擺錯位 是不是你擺的 這句話是不是有控訴性 就是說 本來衣服擺在一個位置 就擺在另一個位置 是不是你擺的 是不是有控訴性 就是好像說 是不是你擺錯了 就是 當我們 當我們 看到這個情況 就盡量一種 不控訴的說話 譬如說 你覺得 肯定不是你擺 那些衣服擺 是可能是他擺 都好 就是可能是他擺錯的 那你都可以用一個正面的方法 那這些衣服 是擺在這個位置 就沒有一種控訴性 有時候可能都會有的 他都會覺得 即是說我擺錯了 但有時候我都會說 我只是澄清讓你知道 即是盡量在那一件事的困難的時候 就不要帶有些少控訴性 即是說 強烈控訴性 你都不聽我說話 這句就強烈控訴性了 即是你都沒有聽我說話 我說話你心不在意 為什麼 我想問你就是 首先我再說一次 就是有時候暗示 暗示 不知為什麼我的筆不見了 是有暗示 是不是你拿了它 但你如果說 我現在在找我的筆 那你就沒有控訴性 即是我找而已 我沒有說你拿了它 不知為什麼我的筆走了 因為夫妻有時候說話 就是有時候吵架 都是這樣開始的 你今晚去找誰來 是有種控訴他們 你坐在找誰 而譬如說 我都很喜歡聽到你 看誰 只是想關心他 我完全不是想八卦的 我也想聽下你 今晚你出去吃飯 怎樣情況 譬如我太太她都會問我 但她完全沒有一種懷疑的心 我也不會懷疑她 因為我們的關係 你今晚跟我去吃飯 即是暗示那種 好像不知你做什麼的 無論是什麼 都不能有的那麼多刺 的那麼多刺 就會刺傷對方 這件事 希望你其實記得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可以寫下 即是說 說話留意有沒有刺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有刺的時候 對方怎麼處理 現在我正在教導 即是說情況 但是你知道 下一次就會懂得怎樣回應 一會兒你可以回應 有一次 怎麼回應 譬如說 不知為何一支筆不見了 第二個反應 你即是說我拿了 不是 我只是說我不見了一支筆 那你為什麼要跟我這樣說呢 那兩個人這樣說一說 就開始吵架了 就是為了知道 不知道在哪裡 其實你看話劇 或者日常生活 都有這些事情 是很不值得吵架的事情 那個懂得怎樣說呢 就說 即是他馬上將軟化 就不要賴他 就不要說 喂 你又說我不見了一支筆 拿了你的筆 你可以這樣說 你找不到一支筆 不如我一起找 他不受傷 有時人很容易受傷 他一說 那一支筆走到哪裏 那你即是說我 經常說我弄亂你的東西 那就立刻有一種反彈 就是我們要留意 我們有沒有說話反彈 那我們就用一個正面的方法 你不見一支筆 我們一起找 那就是一個沒有控訴性的說話 我想問你 會不會體會到 控訴性的說話 是對於關係的影響 你會明白的 對嗎 因為一日一次 一日一次 哇 一年之後 十年之後 就開始 就是越來越猛 那種猛的程度 會加深的 OK 越來越重要的 好了 正先 你剛剛說了一句說話 有些少控訴性 不過作為太太 到將來太太 現在還沒有太太 那你就可以把這種控訴性 減低和解釋的情況 而溝通 那你現在嘗試 就算對方說了什麼有問題的說話 都用一種和諧的方法去處理 那你現在嘗試去處理它 最適合說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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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回答是 因為 我講那件事 然後你 可能聽到三個字 你就猜那個 那個 那句 然後再回答我 然後 我就 會這麼問 因為 我覺得 其實你是應該跟我說 我是聽不清楚你說什麼 然後 不是隨便答個答案 然後 我聽到就是 覺得你是 不是專心跟我說話 就是不是專心跟我說話 就是不是專心跟我說話 OK 好 這裡又想停一停 現在你在做的是解釋 為什麼你說九不答八 是 都是OK的 就是你語氣也是OK 但是呢 都會有 怎樣呢 有一點點 不太回應它 怎樣回應呢 他一開始說 有時的線路不好 好了 那這個你可以先回應 怎樣回應呢 你想不想到 為什麼回應這個線路呢 因為另一件事 是九不答八 你是告訴他 他錯的地方 那這件事都應該的 需要的 不過 凡是說了一些 負面的事情 就算是夫妻關係 都要很小心 嗯 因為呢 是會產生一種 不好的感覺 不好的感覺 就積存在心裡 越多就越辛苦 就那個關係 就越受影響 那你盡量用一個正面方法 回應了 就是他 因為他一開始有一種 猛狀 那些線路不好 這樣 那樣東西先回應了 然後呢 你都告訴他 就是我解釋給他聽 這件事呢 只是想我們找到一個解決方法 不是想令你不開心的 由我解釋這件事 這樣 那有種預備先 嗯 嗯 就是譬如說 我想說回那天發生的事 那我都 我是不想控訴的 我只是想大家討論 或者我們就是想討論 平心靜氣的 討論那天的事 這樣 即他有個心理準備 就會好些 OK 好 你現在試試 回應了他的線路的問題 先試試用一些引言 來講入這個問題 那現在我講的這種方法 都是非常重要的 即是處理兩個人的問題 因為我可以想像 剛剛聽你說呢 我可以想像 當你的線路又不是那麼好 溝通又困難 又繁忙 因為不只是你忙 他都會忙的 那時候呢 你可能在這段時間 都會產生很多衝突 所以你就想想怎樣處理 是 昨晚就說話大聲了 所以 昨晚我們聊天的時候 你發了問一會 你說那個線路差 為何窮 我聽不清楚 你說那個什麼 線路差 是 然後 因為學校比較窮 有WiFi很慢 所以 就 沒有辦法一定要用那個上網 所以 就 沒有什麼方法解決到的了 OK 你剛剛所做 我都想想一想 你現在做了什麼 我希望大家不要計 為何會有一個截停 有一個原因 你就說 因為學校 即是沒有錢 就用一個這樣 你正在做的 你正在做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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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想一想 你正在做的是什麼 即是你 嘗試解釋什麼 以及你回應 他的感覺是不同 即是他有一個感覺 是兩樣東西不同 他因為他有些不開心 因為線路不好 他以為不會因為線路不好 他的確是因為那些不開心 你回應他這種的不開心 才有解釋 解釋是不會令人覺得舒服一點的 解釋 譬如說 我遲到來到這裏 這個人便會說 為何你遲到 他便會解釋 他便會解釋 車子很塞 於是我遲到 他便會解釋 但這個人未必會更開心 因為他覺得 你便說車子塞 塞車 但的確他在等你 我等得辛苦 所以第一個回應 應該是說 對不起 我令到你等 真是很不好意思 他便回應他的感覺 就不是馬上解釋 譬如這個人很生氣 他便馬上解釋 我一出門 車便走了 上去的車 他又塞 這個人便說 他可能會越來越生氣 因為另一個人嘗試 不斷解釋 其實想說什麼 我是沒有錯 是車子錯了 是路錯了 而不是回應說 我遲了令你不舒服 令你不開心 在等我 又擔心我 他便回應了 即是回應那個人的感覺 所以在這個情況 你可以這樣說 我都很不好意思 我們的網絡真的不太好 所以引致你經常跟我溝通 肯定聽不聽 我都覺得很困難 這就是回應他的感覺 和解釋是兩回事 如果大家相處 你會發覺有很多解釋 人是很多解釋的 解釋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過人解釋 遲到或者說 你沒做什麼 他便解釋很多 有時候最差的解釋是 你沒有說清楚 所以我沒有做到他 這樣的時候 他更加是一種 推卸和控訴 把責任推給對方 這樣的時候 那個後果是越來越火爆 就是越來越生氣 希望你能留意到這一點 這一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回應他那個情況的感覺 就是說 對不起你那些線路不好 令到你每次和我溝通都很困難 那說完之後 再說了 那你先說到另一件事 其實你先說到另一件事 是做得好的 就是道歉 對不起我昨晚 因為這個原因 我又發生氣 對不起了先 然後先說到 我都想讓你知道 我們溝通上那個 當時發生什麼事 就是儘量有一個平和一點的語氣 然後解釋到 敢不敢發那件事 而不是在過程中 有些控訴性的說話 我說什麼你又不聽 我經常說你又聽錯 你又… 就是… 還有你就… 你是覺得他猜 那… 這個很大可能是對的 不過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也是會令到他有多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就是說你不應該猜 你又聽不清楚 你又猜 總之凡是一加薪控訴 那種不舒服的感覺就加強 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有時候很少東西 就是你煮菜你加多醬油 什麼什麼 加多鹽 他就已經覺得 馬上反彈 經常吃都說不鹹 是你說吃鹹的 反彈來的 有沒有留意到這種說話的反彈 在人與人之間相處 就是經常發生這些事情 小小的控訴就會引致 所以你這裡就可以… 你試試再說一次 就是說 這個… 引導他去思想這件事 或者你由頭講起 就是… 我正先講的那些 當然我不是說你一定要用這個方法 你用任何方法 換到他的感覺都是好的 你可能用其他方法都可以的 我昨天發言真正 你今天覺得有沒有好一點呢 有沒有… 好一點 有沒有好一點呢 你有沒有好一點還是他有沒有好一點呢 其實你發言真正 我都在想你… 你發覺真正正 你又不出聲 我都不知怎樣就好 我想… 我想聽清楚你昨天說了些什麼 OK 那… 對不起 那句說話 你發言真正正 今天有沒有好一點呢 你覺得是會… 傳遞一個什麼感覺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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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這個是… 就是我想你的意思是這樣的 我昨天發言真正 你今天有沒有平靜回來 就是你的意思是這樣 但是呢 就有一個不好處了 其實呢 你是逃避一件事 嗯… 逃避什麼呢 逃避道歉 嗯… 就是說 我昨天罵了你 你今天有沒有好一點呢 哈哈 但是你就說 對不起我昨天 發了脾氣 那這個就是 直接的道歉 嗯… 道歉呢 為什麼好呢 罪不在你身上 就是… 當然那件事也有些她的 錯 不過起碼這件事我道歉 那你也會覺得舒服一點 OK 對不起我 隨時截停你這樣 那這個其實就是 讓你看得到 原來溝通這麼容易 有問題 那你說這樣就糟了 那我第二天 好像… 好像韓國妹 踩了雞蛋 其實又不用… 是的地雷 其實呢 又不用這麼害怕 如果兩夫真好呢 就會能夠… 大家很平和地處理 那我現在呢 就是想幫助你 避免一些不平和的處理 就是… 有時候很少的 那些東西呢 就引致對方的爆發了 就是我就是想你避免這些事情 而且整天都被對方覺得 我整天都很尊重你的 令你說得算是令你舒服的 嗯… OK 對不起已經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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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希望他今天好一點 或者你可以問問他 對不起 那… 我都希望你能夠忘記這件事 能夠這件事呢 你都不要介意 如果你… 即是如果你想他放手的話 嗯… OK 我都希望你會介意 我… 那… 你可說發脾氣都… 都… 很正常的 因為那你… 那… 那… 其實你和我說一些話 其實你很想和我分享 instructions 或很重要的東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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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以為自己 很… 很留心聽 那… 我看你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 但是… 我不知道 其實昨晚睡覺 我也有想的 我真的不夠留心 我當時是否分散了你 我可能上網打電話機 我就令到你又重複說話 但我又欺負不了 可能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希望就是 我很開心的 就是因為你跟我講昨天的事情 就是講為何昨天我們有發脾氣 我希望你之後 如果說話的時候 我又聽不清楚 希望你可以再說多次 就是我相信我自己 就是你再說一次 那我第二次聽的時候可以 不是狗吾答法 就是我是真的聽到 然後我就回應回來說的話 我也知道你很努力 因為是你們的關係 那你也很努力 沒有說過你 下次如果線路也不好 可能就轉做WhatsApp打字 那就會容易避免這個窗罰 是的 但是可以不介意WhatsApp 知道有時打字很慢 那說話會舒服很多 是的 我怕轉WhatsApp不是不行 但是WhatsApp有時跟說話 表達一些意思不同 嗯 那就那晚用著那個 不過先第二天就再用Skytack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嗯 那會不會是我們用WhatsApp的時候 儘量不要打那麼長 哈哈哈哈 打哪些 其實如果不想打的時候 他都可以錄語音的 在這裡我想 截停這裡 我想轉回去那個話題 但是 九五八八的情況 當不當發生 有時的 有時 卡不中 卡不中 OK 好 你記不記得一些這樣的情況 拿回一個情況出來去說 大家去檢討 但是說的時候 都會讓對方知道 我想說出一件事出來 因為這個的確是男女溝通 一個常見的問題 嗯 嗯 所以這個 你試一下如果想到的話 可以說一個情況 OK 好 關於處理一些困難的事情 其實有時兩個人溝通 不是一定要找到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法 所以才是好的溝通 或者配搭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世界上 的確有很多事情 不是能夠很完美地解決 其實最重要是兩個人一起合力去處理 而不會有控訴性 嗯 這樣就是一個好的關係 好的關係就是 好了 我今天改了一些 處理到一些 由我明天再處理到一些 但是 事成還有很多困難 但是都不要緊 總之兩個人 一直在處理 不要控訴 你又沒有做什麼 你又沒有做什麼 那時候 大家覺得舒服 就可以進步了 嗯 OK 現在你又想說 關於 那個 因生關係的事情 對不對 嗯 好 那你可以 嘗試說出這個問題 和大家 如何在這件事上 解決這件事 和如何避免產生問題 你可以嘗試開始 我真的知道 我媽媽經常都 她覺得自己做的事情 都是好 嗯 嗯 是的 或者她 那件事 對她的處理和決定 都是好的 嗯 就是 你知道 有時候 就是 我們想去做一件事 去幫她 但是 她可能會 會覺得 我們用的方法 都不是好的 她才是最好的 嗯 嗯 我擔心就是 嗯 就是 我們 就是 我們 用的方法都 不行 但是我們 又要去 用她的 就是我們 我們又不想用她的方法 但是我們又要 自己用她的方法去 嗯 就是 做一件事 譬如 很簡單 不 譬如 是 在廚房煮飯的時候 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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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如果她一個在一邊 做事的時候 我們進去幫忙 她就說 不用了 你出去吧 我怕 會 被你 會 很辣 好嗎 那我就出去 你出去 但不是 她有時候 就是 你進去煮飯 然後 她 就是我試過 我進去煮飯 然後她又問 她就 會 說 你在做什麼 我說要煮飯 然後她就說 你怎麼搞得好像 亂七八糟 那樣的 然後 她可能 說完這句之後 她不會理 她會進來又 看看你有沒有 煲舌湯 有沒有 煮到 周圍都是 又會 煎焦東西 這樣 那 然後 你 你就會覺得 她 要幫你做完完餘下的事 然後 然後 你說 那你自己搞定了 我出去算 就是這樣 因為我都試過 我怕她 會給你 很無言 有種 控制感 就是 行了 其他 現在你做到這裡 夠了 我做完它 是 嗯 那麼 那 不知道 實際上她是不太知道的 不如問問問你 在以往相處有沒有試過衝突過 有沒有試過發生過衝突 不開心的事件 有一次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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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 她媽媽 她媽媽 她和我去旅行 是 那 她媽媽 就平時比較少去旅行的 那 就 去那些酒店 就要給 那個租金 然後再給壓金 那 我們身上 又沒有帶那麼多錢 然後 就 要找附近的提庫機 因為她 一定要收 錢 然後 她媽媽 就不斷地 不斷地 問那個職員 是 就是 問她 為什麼要收押金 為什麼不可以收卡 收現金 或者 不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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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那個職員 然後 我們就勸她 可以了 我們會搞的 你在那邊 等 然後她 就繼續 跟那個職員 說 你不知道 她 是要問清楚的 就是很堅持自己 就是這樣 跟那個職員 繼續這樣說 是正確的 然後 就是會令她 因為 我未婚妻 她 其實 經常去旅行的 就是 她很多這些經驗 就是 比我更加有經驗 所以她 知道在事情上 如何去靈活 變通 其實她 嘗試跟媽媽 沒有解釋 但是 你兩個 跟她溝通 那 你可以說出這件事 然後 跟著就說 就是 有件事上 看到些什麼 我不說 在家 譬如那次 去旅行 其實 酒店那一件事 你其實都很嘗試 跟我媽媽解釋 但我媽媽 你其實都見到 就是 你就算跟她解釋 就是 她 開了制 她 去做那件事的時候 她 就 要 做完為止 就是 你 我知道你很久 跟她解釋 但是 你解釋完她 還沒有結束的時候 她 那時候 見你 都 有少少脾氣 不出聲 一定 這樣 有沒有 感覺到 你 不開心 就是 跟她相處 有些難度 嗯 其實這個 相處是兩件事 問題 一個就是 解決那件事 當時來說 你就嘗試勸她 不用再跟我的人說了 我們出去 拿錢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解決事情的方法 第二個問題 你想到什麼問題 剛剛也有提出 就是這個過程 產生脾氣 還有 會有負面的感覺 嗯 你們可以討論 就是說 將來 有些事情 要面對 要討論 要相處 一方面 那件事 好像很難 說得 而將來 因為我聽到你說 將來 你結婚之後 當 你未婚妻 回來香港的時候 都會住在 跟你 媽媽一起住 跟你三個人一起住 所以呢 這些事情 是會繼續發生的 而另一件事 就是 發生脾氣了 還有第三件事 關係變差 嗯 即是說 將來 那些事情 越發生得多 雙方面都會有一種 負面的感覺 有種 生氣 不原諒 就會開始 變差 可能怎樣 見到面 不太想說話 相處上 越來越僵 我就想你們立即去討論 想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怎樣去一起面對 怎樣去減少衝突 你們兩位 怎樣給對方有支持 讓對方覺得 因為那些事情發生 我解釋一下 就是這樣的 這裡是兩個人 相處 另一個人 這個人在說話 令到這個人不舒服 這個人沒有出聲 又沒有處理 這個人在說話 這個人走了 跟著這個人就說 他剛才說話 你都不回答他 就變了 就把怨氣放在他身上 他說 我無辜的 他就這樣說話 我也不想 但是他會說 但是你又不出聲 不出聲的時候 我就受了氣 這個就做成一種 三角的拉扯 在遇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那次其實我聽到 你也有些少這樣的情況發生 有一次是吧 就是說 你又想 你又 未婚妻就想 未婚夫去幫一下 未婚妻就去 去阻止媽媽 就好像有這樣的意思 但是你又沒有阻止 那就變成有類似的情況 為什麼你又不阻止 就會產生一種情緒 你想回那個情景 說回那個情景和那個感覺 如果這件事再發生 怎麼可以避免這些脾氣 和破壞關係 其實我都可以這樣說 在那次的事發生 大家已經嘗試到那種問題 也有些少 已經產生了些少的負面的感覺 這是難以避免的 就是你所說的 你媽媽的情況 是可以說難以避免的 就是會發生再發生 不過 希望她不要再嚴重化 就是盡量輕微 而能夠不變惡化 但事實上長期相處 是真是一個困難的 那你現在嘗試兩個 討論一下這個情況之下 你將來會怎樣 你將來會怎樣 例如 例如 那次你和我媽媽趕的時候 和趕完之後 你見到她的反應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覺 她好像說完沒有說 不理人 就繼續 就綜合她 繼續要求 叫別人不要去 那你不覺得她好像 完全沒有聽你說話 是啊 那你不覺得自己好像 說來都是浪費自己氣力 和是否覺得好像她不尊重你 嗯 因為我覺得 那時候我們已經很努力 處理著這個問題 然後她又好像 衍生另外一個問題出來 所以就會覺得 有些 煩躁 就是 日水滾 然後那邊又 那邊又起火 哦 那 嗯 嗯 嗯 其實我都覺得你很努力 和我媽媽說的 但是你覺得 你覺得 你令到她 即是 你覺得是產生了什麼問題 即是你 你說的時候 你覺得我媽媽 是 你覺得我媽媽想你 是產生了一個問題 我只是想解決這件事 是 這方面解決 會不會 你會害怕給她媽媽 是 這也是一樣要面對的事情 你害怕會不會想避她 是 都會的 是的 既然又怕又想避 又一起居住 那這件事怎樣去面對 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我聽她說的時候 我可以想像 這個就是撤身處地 我想像我是她 那時候會有什麼感覺 所以我就去進入她的感覺 這個感覺是她會覺得被支持 因為 你覺得我明白你 知道你那種懼怕 對不對 所以你試一下 就是 現在回應她這件事 不如 很簡單 就是 有一次 你和媽媽聊天的時候 你會不會 都很害怕 而且你覺得語氣都很重 盡量都 盡量都 不會怎樣給意見 總共聽了就算 但是 你聽了就算 那你就很辛苦了 你又 想表達意見 但是 又 只能夠 就這樣聽完她說就算 我可能 是會聽完她說 但是做回我的做法 嗯 但是 聽完她說做回你的做法 我媽媽又覺得她說的做法最好 她見你又做了另一個做法的時候 她又會阻止你 這個 這個 這個點 當你說這些點 你可以去探討 我會 就是 我聽完你這樣說 就是 如果我是你 我又會這樣問她 以前 有沒有什麼事 你明明想 一種做法 A做法 但是你媽媽堅持 始終要你去做 她想你做的B做法 有沒有這種情況發生過呢 就是這個就了解了 聽到她說一件事 她會想你跟回她的方法 那 在以往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應該說 多不多 還有那些衝突有多嚴重 你可以告訴她 如果我代她問你 有啊有啊 有啊有啊 有的 譬如 很簡單的 譬如我去 有時候我 要出去 帶 我對BB的時候 因為我要帶多套制服出去 那我自己呢 就會 摺衣服 雖然呢 就不是很厲害 那又未至於摺到巢的 那我就 用我的方法呢 就是 摺好了 那件衣服 嗯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 摺了一條褲 那我就預備了 那些 襪子 那樣的 然後我就會 用一個大的 就是 裝開這一類制服的袋 我就會 入起來了 那但是呢 她就會 突然間 給意見 就說 你這樣摺是炒的喔 你這樣摺在一起 我會炒的 然後她就 她就會 走過來 就和我分 把東西全部拿出來 嗯 然後 然後 重新去做那件事 那跟著 那跟著 我就要跟她這個做法 做到一次 嗯 她就是把 衣服分開 然後 鞋分開 不是 衣服分開 一袋 褲一袋分開 但是我就覺得很麻煩的 那麼多個袋 她有沒有現在要回應她 哈哈 其實呢 其實這個 其實已經引申了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現在 你 你想像 就是因為你現在可能覺得 那件事還是遙遠 但是你想像 其實你都可以 問未婚妻的 是啊 如果將來 我媽媽這樣 走過來你的東西 那裡 就將你的東西 重新擺過 你會 你會 怎樣反應呢 還是鞋要這樣放 是啊 鞋 真的 哈哈 哈哈 就是我不說摺衣服 鞋 鞋 這樣 就是你 我平時回家 我就 雖然我都隨便 我還未至於放在路中心 但是我對鞋呢 譬如我脫下了 我會放一二角 然後就說 不是 你這一二角 已經有兩三雙鞋了 那你不如抓這雙鞋 就放回去 鞋盒裡 OK 現在呢 你再重複說回 你另一個例子 但是我所說 就是 如果 這個就是 關心他 如果你去到 我記住 而他就把你的東西 收拾過 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感覺 你能不能夠接受到這件事呢 這個就是 探討他 你會不會擔心 他會有這個情況 就是因為 他覺得這樣 不會阻礙他 還有 他會覺得這樣是正常 如果是前一晚要的話 就應該 都 勉強可以 喊過的 勉強 但是如果 很趕時間 充滿後 就可能會吵架 我會不會 制止他 這樣 你制止他 很辛苦 你應該試過制止他 之前 制止他 也很討厭 是啊 我擔心 會有這些情況發生 就是 他覺得整齊的高年 和你覺得整齊的高年 很不同 那很難事 先問完所有的 我會不會 說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很多這些 其實已經是 都 基本 每天都會發生 我現在試一下引導 因為這件事 其實真的 很困難 如果萬一這件事發生了 你們兩個怎麼處理 我就轉去說這件事 即是 不用說假如 即是 真的發生了 這樣的時候 你們談一下怎麼處理 你媽媽不會觸碰我的東西 我會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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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要把他夾在中間 那他會不會很辛苦 這樣就 跟他媽媽說 不會觸碰我的東西 OK 是啊 他會聽你說的 這是一個提議來的 但是這個問題 這個提議 是會有幾被接受 還有呢 有些領域 是容易一些的 即是 譬如你說 我這個櫃 我這個房 你就不要進來 或者鎖住了它 你也不能鎖住 你鎖住 不想讓你碰到那個櫃桶 是 但是 有些領域就不是的 是 全部都一起用的 除房 在廣真的 那些地方 就會發生些事情 有些事 適合你講的 就是說 就是 大家可以談談 但可能是未必能夠 因為他未必未接受 嗯 但現在我想說 當發生了這種事的時候 你們兩個又 要怎樣處理 comply 這是最重要的 即是他拆開了些東西後怎樣處理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他又發了脾氣 或者你發了脾氣後怎樣處理 即是這兩件事 拆你的東西應該不會出現 未至於拆你的東西 只不過就是 只不過就是很簡單 睡房 可能是聊天 或者我們在看電視 可能突然走進來 他就會說 你走開我要浪衫 我怕你難受 但覺得我們很接近二人世界 我們會進來打斷 是否因為浪衫要經過你的房間 其實是因為外面不夠浪衫 好 好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你剛才帶出另一個問題 就是二人世界的時候會進來 這是一個問題 早點說的就是他插手你們做的事 這是另一個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是真的很 即是有時間去談的 我在這個時候因為我看到時間關係 但是我會鼓勵你回家去討論 即是這件事 即是不是回家 你還在一起住 即是你在溝通的時候去討論這件事 那怎樣去避免 還有當一發生的時候 即是我有些提議 現在已經提議了 即是時間關係 我就不去那麼多慢慢探討 就是一有一次發生 第一時間就和你的丈夫 或者你的妻子 當時結婚 立刻去商量 他今天這樣做過的事情 那我怎樣回應呢 或者今天已經罵了膠 怎樣回應呢 那有幾件事是一定要避免的 當然最好避免衝突 避免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兩個是你們兩個 這個是你媽媽 好了 她說了她 你們兩個發了脾氣 可能在這個情況下 你太太有些錯 有些懶惰 那你就說 為什麼你那時候這麼懶惰 那你太太就覺得 你欠媽媽不欠我 可能她有她的故事 她這樣做法 我真是很難做的 這樣 避免這種 避免這種 好像說 你幫了媽媽 或者你說 你都不幫我 或者你都不理我 這種情況 當你有些少 跡象會發生 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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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下 我們怎樣 跟媽媽說 我不是跟媽媽說 我是說你們兩個之間 因為媽媽的緣故 而有一種覺得 為什麼你不幫我 為什麼你幫她 就是那種的情況 或者我是夾心病 我被人夾住 那種情況 是有一種感覺在裡面 這種感覺是絕對可以影響你的關係 其實你們婚姻其中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這件事 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應該怎樣做法 你可以現在簡短地去想一想 你一起想一想 提議一下怎樣做法 在這種情況 有些什麼一定要小心留意 可能你看到我 萬一時刻就拔開我 但不會令我情況嚴重下去 這個就是避免事情發生 這是需要的 避免事情發生 而這個情況是說到已經發生的事情 還有有一種怨對方 就是兩種情況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 你們分辨到現在我們發生的什麼狀態 現在剛剛準備鬧交的狀態 準備鬧交的狀態 那快點截停 已經有少少火了 這要進入少少火的狀態 第三個真的在爆火了 這個狀態 第四個爆火完了 然後她又說 哎真是慘了 跟你一起 哎呀 被你媽媽這樣弄到我現在這麼辛苦 就完了 你又不幫我 那我怎麼辦呢 有時會出聲說 有時會不出聲說 我想給你知 就是有不同的狀態 嗯 在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突然說到最後 已經覺得 為什麼你經常都不敢跟你媽媽說話 不敢去保護一下我 這樣的時候 要很小心留意什麼呢 在這個時候 其實這些是常識的 就是大家可以想到的 我不是問這些很難的問題 有沒有人想到 你想到可以說的 不是很難的 不要拉開她 你倒杯冷水給她 冷水給她 冷水給自己 她就知道有問題了 這個 就是第一時間 你拉開她 不是很明顯 你坐著我吵架 不是 你覺得是 你媽媽有時會不會覺得 哇 你真是說我不對 你拉開你老婆 或者你老婆覺得 那就是我不對 可能有多一個衝突疏性 不如 第一時間拿一杯水給她 冷水一下 但是你想想 她兩個在那裡 在那裡 你還拿一杯水過去嗎 她會不會覺得你好像 有些奇怪的位置 那是可行性 現在說到就是避免 避免 時間關係 我現在說一些可行的 你們可以考慮 和多一些商量 這件事 我覺得 在你未曾一起住的時候 就最好 你婚夫和你媽媽說清楚 你兩個想清楚一些事情 哪些領域 就不想她媽媽參與進去的 但這件事 一定是你單獨和你講 不要兩個一起講 兩個一起講 他就覺得 他好像 他會當作是敵人 是你說 我們 我們 在一起住 我們 希望 能夠 和諧相處 經常都強調 還有欣賞 媽媽 經常都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其實她覺得 她是做好事的 我知道 你很疼我們 你很關心我們 所以 你會這樣做 因為這件事很困難 因為這件事很困難 為甚麼呢 你未有發生事 那你就跟她說 那件事 即是說 預定我會做錯事 媽媽有這個感覺 到一有發生事 她就已經有一種 一吐氣的感覺 又很難說 所以這件事 我都不懂得說 是甚麼最好的方法 為甚麼呢 但你知道 總之一吐氣 是不是說話的時候 你預先說定 他又覺得 你好像 你當我是 什麼 好像 預定我會有問題 那這個 你要想清楚 是哪一步 來做法 而當有一些 稍為有的 最好就是定了原則 即是說 這間房 你跟媽媽 用一個好方法 說 我知道媽媽 你很關心我們的 不過這間房 我們就希望 可以單是我們用的 有些私隱 這個字很敏感 私隱 私隱都是很敏感的 又不可以 私隱為甚麼呢 媽媽 所有私隱 哇 即是 即是你相信不過媽媽 要有私隱 即是 我長大了 我想問 平時 你呢 是不是很乖 即是你媽媽說 什麼你都會做完 聽完 這樣 因為 如果你 日後 跟媽媽 說 我的未婚妻 不如你這樣 好不好 但她突然間 會覺得 你平時都很乖 聽完我講的 現在你的未婚妻跟我 即是你太太跟我一起住了 那 就 好像 好像 很不懂 因為她已經習慣了我 這個兒子很乖 媽媽都聽完我講的 這樣 那現在 阿新浩來到 就 都未來 都未來 不行 即是 你也做得了 可能 其實 你跟媽媽相處 她已經習慣了 我兒子這麼乖 但是現在 新婦不聽我 如果 你代入媽媽的角度 其實 她都很難認識 對 新婦教壞了兒子 對 就是 搶兒子 對 那一次就難搞 其實 你又可以這樣 媽媽 你說 我都快要結婚 但其實 有什麼盲點 或者你不喜歡我們做 讓我和太太說一聲 起碼我們就會和合一點 其實你都探討你媽媽 有些她不想 或者她不喜歡 那你也和太太說 我媽媽也不喜歡 這樣 反過來 你又可以說 她也很潔癖 你可以說 我太太也很潔癖 她也怕髒 你又可以用一些說話 等她們兩個之間 未來的時候 已經可以知道 對方的問題 對 好嗎 其實 你現在想的是一個理論 和理論 但我聽發生的事 在那件事發生過 去酒店的時候 就好像理論不能走得通 我想說 我們不要以為理論一定能走得通 這個困難就是在這裏 應該走不通 不是 真的 我講了一點 也不是理解我 我講了一點 譬如 她也知道 譬如 我媽媽說的那件事 她其實是說五分鐘的 那件事 你給她說 她可能 突然間 可以了 我講三分鐘 但是 如果是 給她的感覺是理論 她就五分鐘 再加五分鐘 對 再加五分鐘 再加五分鐘 對 加時 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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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知道 這是一個最大的困難 對 所以 這個其實 你都可以了解 寫下一些原則 你知道 都不是很能走得通的東西 跟她的辯論 是真的走不通的 那 這個 我真的覺得 你要真的問神 有些什麼智慧 因為跟這樣的人相處 的確是很難 那 有時候 可能 你 是要跟她設定一些界限 不過問題 設定界限時 可能會有大衝突 但設定界限 可能會有好些 但因為 我聽過你說會浪衫 又是有困難 因為浪衫的房間 即是不能關門 即是要通氣 即是要通氣 OK 這個暫時來說 我都告訴你 我也很難搞 我都想不到 有些什麼很完美的方法 解決 因為事實上 好像她這樣的情況 是難以跟任何的子女 子女的丈夫妻子更加難 和你 因為你這麼多年 已經 純了 我給你一點點意見 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老公的採取方法 就是 任由我媽媽在那裡吐 吐完就可以了 其實有可能她是想發牢獸 即她是不滿意你的做法 但她想發牢獸 如果你再拼搏 她又會生氣 她的火 因為我和我先生 和我媽媽住過十年 現在我媽媽已經關門了 即是她也是一個很強的人 我想你媽媽也是 所以我老公也是發牢獸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不是韌獸 但她會知道我媽媽的性格 她說完就算了 其實可以發很久 五分鐘很少 所以其實你給她 你聽她說什麼 其實有時候聽她說完 可能有些時候會觸動到她生氣 我們就改 即是你說完之後 如果真的有事 事後和她說對不起 她很軟 即是我媽媽很強 你講的那些問題 我家裡都發生了 所以她是一個 你可以問意見的 在這樣的情況上相處 你當她是自己的媽媽 最好的方法 即是你有空想去 我不知道你會以後 你可以問問媽媽 你喜歡去叫你媽媽 還是奶奶 哎呀 要不要特別不同 有些人喜歡叫奶奶 有些人喜歡叫媽媽 表面上就好像沒什麼所謂 但不知道 有可能年輕人那一輩就沒所謂 我媽媽好像 都 我嫂子叫她奶奶多些 我不知道 因為我媽媽很小 因為我很小時候聽過婆婆和她的媳婦 即是她的媳婦 即是她的媳婦 她很不喜歡 她說 我不是你媽媽 你媽媽只有一個 我是你奶奶 即是她 她會有這些執著 嗯 嗯 那我就覺得 每一個人都是 她都會有個故事 那她一定是 有一些她走過來的路 所以形成了她某些的性格 嗯 你們相愛 她在一起 那你也是要包容對方的父母 那這些不是只單單一個理論 那你就要知道 你有個故事 你丈夫有個故事 你媽媽也有個故事 你媽媽也有個故事 那其實複雜性是相當之大的 那我就真的會 我記得 就是 葉牧師有個教導很好的 當發生衝突的時候 譬如你 她真的衝突你了 那你就為她善意解釋 哦 其實她想收拾我的東西 她都是想把她這麼好的經驗 傳授給我的 雖然不合用 我多謝她 為她善意解釋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 因為你不會一想想 又搞我的事 就是一個選擇 那你的選擇是什麼呢 是一個想她為你好 這樣就會容易 幫忙你們 雖然你不喜歡 但其實你打算幫忙你們 幫你做 這樣你就會舒服一點 浪先生很簡單 你知道你媽媽通常幾個小時 那時候便可以開放進去 浪先生 浪先生很快 離開了 不要妨礙你 就是浪先生 但是要通氣 但是要通氣 那你要配合她媽媽 你要配合她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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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小時浪先生 通常很平常 那時候 你浪先生要多 這些細節 我們現在暫時不去討論了 大家可以給她多一點意見 就是她說了非常好的一點 就是讓她覺得被愛 其實她很被愛 被體重 被尊重 她就會順復一點 好一點 我媽媽的媳婦 每個人都會抱她 很生氣的 我媽媽 她不出生 但我分別一點 我姐姐和我媽媽 有一件事 我們知道 她剛好媳婦 剛好媳婦 她不喜歡 媳婦 黏著兒子 合草 這個很重要 我媽媽看到我嫂子 黏著你 拍拖片 我都會結婚 她黏著你 很不開心 我姐姐就這樣 搞得離婚 很重要 這件事 會不會 合草相差 你覺得她兒子結婚 就補足了 這樣就很辛苦了 這件事 真的 你們要 好 這個要求神給你聰明智慧 可能你在其他時間補足 在她眼前那一陣 那一陣 縮手 之後 你手就黏著 你想一個方法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說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當有些事發生了 最重要的就是你兩個不要成為敵人 你又失敗了 你又錯了 你今天又不幫我 就盡量 這些位置 衝突很難 很大 什麼意思呢 因為 譬如一個輔導的人 不關自己的事 是沒有什麼脾氣的 因為不關我事 但當這件事發生到 在三個人身上的時候 是真的會有一種受傷的感覺 受傷的感覺 要避免敵意 就一定要立即告訴大家 我知道你今天很不開心 我知道她這樣說 令你很不開心 即立即這樣告訴她 用很多方法去告訴她 聽聽我是愛你的 我們一起去面對這個困難 就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種的安慰 另外就是避免控訴 你都不理我 你只是理她 這就是控訴 一方面就是避免控訴 另一方面就是 即時感受對方 對不起 那種的受傷 立即安慰她 其實這個真的要談 即是有時間去處理 那求助給你聰明智慧 求助給你力量 這個真的 是需要討告去讓這個家庭 又和諧 你又要看多些輕鬆得性 怎樣 當她媽媽 有時候媽媽說你 她的脾氣 就怎樣不給她影響 因為知道她會說這些話 做這些事情是正常的 當你接受了 她這樣做的時候 就不當一回事 就不會被打倒 然後又爬起床 當她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丈夫就可以幫太太 她這句說話很重要 我知道她這句說話 令你很不開心 一定要承認 就不要說 你不要理她 雖然我們都是教人 不要理她 但是出自你的口 就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你忽略了我的感覺 所以一定是說 我知道你很不開心 我知道 但是同時 另一件事 就是不要控訴媽媽 因為變成這樣 又說閒話 論斷 而是我知道你很不開心 我知道你受傷 我感受你受傷 我們找一些方法 例如一起去逛下 或者一起去祈禱 或者做任何事情令她開心 讓她舒緩 但是最終就是 怎樣不受她的影響 接受她是會說話 會比較直 她未必想到人的感覺 她會在相處上 我可以說 你必然有很多很多次 處理這個事情 就是要處理的事情 就是不斷會發生 但是呢 又不要怕了 當然我也覺得 我聽你形容 你當你可以的時候 你能夠兩個人一起住 聖經也說到 離開父母 二人成為一體 但是這個離開父母 就不一定是分開住的 不過在你這個情況 可能是需要的 因為實際上是很難一起住 到有一天 可能她年紀大了 你要接她 照顧她 那時候呢 那時候 因為她需要你的幫助 但始終都是一個問題 這個相處的問題 其實今晚我們的輔導 最主要就是做到一件事 就是 我再說一件事 就是 我留意到你們有些說話 沒有回應對方 就是說一件事 而我們怎樣 一聽對方 立即 咦 她說了一些感覺的說話 她說了些什麼說話 立即留意到 就立即回應那件事 而不是解釋 那些網絡而已 解釋其他原因 這就是一個溝通上 還有有些什麼事 立即想對方的感覺 回應對方的感覺 還有什麼事 一起面對 就不要成為敵人 所以首先 你們兩個不要成為敵人 因為 當你溝通上 對方 其實你們都有很長的一種試煉 因為你們不在一起住 可能每天都有些問題 一起住 你有什麼問題 你看到 立即可以快點處理 但是 這一晚 她又趕不及 又很趕著 沒有空講了 第二晚 到你沒有空 就開始說 昨晚你又沒有空 今晚我沒有空 這些事情發生 是會重現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都經常留意 其他任何婚姻都是 不要變成敵人 而經常都說 她是最寶貴的 我要怎麼祝福她 經常令她開心 求主祝福你們的婚姻 但你們經常留意到 咦 現在有些事情正在發生 咦 我有些控訴 我不知道 對方有控訴 又怎樣 我們就要找一個方法溝通 我跟太太說了 她是接受的 但未必每個太太接受 我說 你現在有些情緒 我會 通常我都會碰一下她 就是 抱著她 碰著她 我告訴她 讓她覺得 不要這樣說一件事情 她告訴她 但其實更加好 就是告訴她 我知道這件事 令你不開心 這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就是說 我說這句話 令你不開心 我聽不到你說話 令你不開心 只要幫你留意 留意 有些什麼是要努力的 好 我們一起有個短的祈禱 求主祝福 我們多謝讚美你 我們今晚看到 人與人相處 很容易有各樣的問題 是神祢是叫我們與人和睦的 神祢亦都給我們聰明 自為神祢的同在 聖靈能夠將和諧賜給人 求主祝福這一對 將會是結婚的弟兄姊妹 求祢祝福他們 讓他們能夠面對 將要面對的困難 面對他們分開的時間 而能夠有好的溝通 而不是九五達八 講說話 能夠真是聽到對方所說的 聽到對方的感受 去回應對方 又能夠面對處理我們所有的問題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眾贊歸給你 求祝福祂的婚姻 祝福祂的媽媽 能夠認識耶穌 跟從耶穌 走耶穌的路 榮耀眾贊歸給你 祈禱奉耶穌命 大家今晚在這個過程 有沒有留意到一些東西 應用好在你的生活 以及應用好在你 譬如輔導人 當你看這個過程的時候 你覺得輔導是怎樣 給你的感覺是怎樣 溝通很重要 你不怕溝通很重要 我好像跟你說 舊不得筆 好像是舊不得筆 很快的 快快快 今天溝通很重要 其他人呢 有些甚麼感覺 你太太出家吃飯 一天我就煮飯 我不懂煮飯 就是 在街上買 20元餐菜 她回到你 出家吃飯可能吃百多元 回到你吃完 我煮了一餐菜 拿一個奶爺 煮豬白黑食 跟著她一天 哇 煮豬白黑食 我說不要緊 我不懂煮豬 我不懂煮豬白黑食 你習慣出家吃 那你用耶穌用這樣的心 去享用這個奶爺 這裏我就想回應你了 你所在做的 你知不知你在做甚麼 在那時候 你是叫祂怎樣做 叫祂怎樣做 你用耶穌的愛接立我 這句話聽上來是很Christian 但是是一個要求來的 而不是回應祂的感覺 可不可以想到怎樣回應祂的感覺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是用心做的 不是 不是 如果我去回應祂的感覺 我不要緊 我下次會做得更好 越來越好 我明白你 現在你 我們需要的東西可能是不同的 我們重生再次 我又不是廚師 我是第一次煮飯 然後很有趣 她就說 你這本子有沒有洗得更好 然後我說很負面 但是你自己去檢查 真的不檢查 我真的要檢查 好 請你停一停 你先所說 亦都是解釋 先我們說解釋 是不是好的 好像他所說是最好的 對不起 我都努力 但我做得不好 請你原諒 你可以告訴我 我怎樣做 我可以怎樣改善 這個是會更加好 就不是解釋 就是要解釋 為何會弄我焦了 對不起 我不懂得這樣 請你原諒接納 這個就是最舒服的 而當你一叫他 你用基督的愛我 接納我 這個就是一種要求 要求 就是 因為 就不是回應他那個感覺 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個人 一醉了另一個 你用基督的愛 你用基督的愛 遙說我 你是要求他這樣做 但是你說我真的做錯了 我很想你能夠遙說我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你用基督的愛遙說我 是一個分配 就是我們要留意我們的說話 那個方式 就是這個是 其實我在學這個 埠童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我們講每一句說話 就要分辨 分辨呢 我們是解釋 回應的感覺 忽略的感覺 拆開話題 就是我們要把那些說話 逐句逐句分析 是什麼來的 其中一樣 我們做輔導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的 是分辨我們說什麼 說話 這個對於我 是真的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自己留意一下 OK 好 希望大家會在這個過程 留意到 輔導是真的不容易的 因為你要聆聽對方 然後一直知道 他發生什麼事 然後去引導 但又不覺得被指責 譬如今晚 我是有截停你們幾次的 但我的過程 我是儘量語氣 其實我是有指出你們 有些什麼做得不太好 但是呢 我是儘量會 即是說 用一個方法 是不讓你覺得我去批判 有時候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 去問 你覺得你正先生說什麼 你不要介意我說 你覺得好像正先生這樣回應 這個也是一種技巧 因為稍微的語氣一變少少 那兩個人坐下來就覺得 哎呀 哎呀 慘了 又說得不好 又說得不好 就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這個經常都要去 令他覺得舒服 那個輔導過程 他覺得舒服 還有在輔導裡面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要 我不認識他們 昨天第一次見 你真的要對他的事有興趣 因為每一個人都不一定是很懂溝通的 你等他們兩個溝通 其實他們就覺得很緊張 但是我們覺得很dare 其實 你真的要有一個 真是愛他們 對他們的事有興趣 很想幫助 祝福他們的心 才可以坐在這裡兩個小時 非常好的 其實你們兩個都很好的 就是很努力在這個關係 我很祈禱求神幫助的就是 這種努力一直持續 就不要給一種負面的事發生 你中間一定會有些事發生 不過問題是怎麼處理 尤其是在你分開一段時間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因為媽媽的緣故 這兩天都會給你很多衝擊 而這個衝擊過程 如果處理得不好 就會變成負面的感覺 一負面的感覺傳統 它就會積住 一樣負面就越來越多 但是如果是立刻醫好 就會OK的 所以將來你遇到什麼困難 你覺得難處理 你立刻找我 即是去立刻和解了 就不要加憎那種負面的感覺 就會好很多 一加憎負面的感覺 這個是我們經常都見的 婚姻之後的困難 是周時都見的 求之祝福你們 很成長 歐山 同一個回事